吉安乡庆丰社区活动中心兴建工程 24号上午举行了开工动图典礼 由县长许正卫、乡长游书贞 行政院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逸逸 乡代表主席邱美云、副主席黄金发 以及各界贵宾持产动土 并持乡齐院工程顺利如期完工 为在地乡亲开创多功能 无障碍、适性、友善的活动场域 吉安乡庆丰村人口数将近8000人 云有的活动中心老旧空间不服使用 乡长游书贞商人之后 新手社区发展协会逐步推动新建计划 并且向上期争取经费还有质筹款配合 终于在5月24号举行了新建活动中心的动土典礼 中央县乡在协力 谢谢我们内政部补助400万 县府补助500万 以及代表会通过自筹700万的预算 来共构我们吉安乡第二大村庆丰村 几近8000人口数的这样的一个乐活 适性休闲的活动中心 我们相信在社区里面就可以运动 就可以找到自己乐活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建设铺层 最重要的一块这样的一个动能 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建设期间有造成不变的请我们的乡亲多多的包含 当然我们也会承担起整个建设安全 还有视信周围为安的这样的维护工作 我们希望乐活在一起 大家一起加油 县长徐正卫特别出席 他表示中央经费争取不易 未来县政府会持续协助地方 让各项建设可以做得更好 前瞻计划有八千八百亿 这个活动中心补助四百万真的不多 但是我相信好的开始我们坚持把它做下来 我们一起努力 无论是未来二楼加盖 或者是内壁里面的装潢 我们把它做好 记得去年苏贞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我们只有争取到这么一点点钱 我说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现预算 其实那时候下半年好像已经剩了不多了 所以我们挤出了一些钱 那终于他的五大管线也拿到 今年要盖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未来我们把它做得更好 新建庆丰社区活动中心规划为地上一层的建筑 总楼板面积有109平 总经费达1600万 工程期有270个工作日立天 预计要在112年可以完工 乡长有俗真期盼 新活动中心落成之后 可以就近提供社区更完整的长照服务 家政研习运动休闲 亲子乐活的社福据点 让全年龄层的乡亲可以在这里快乐共学 借旅会简单相报道